你现在进来之后啊 你稍微版面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点两下 对不对 手点两下就在整中间 你可以看到原件库 有没有都帮你整理好了 都帮你整理好 那我们先来看喔 这个 按钮 也都 图层都帮你准备好 你看一下先看一下 里面现在是不是有五个影格 其实我们刚那个就是跳影格而已 就是说一开始它停在第一格 好那它如果按了哪一个礼物就跳到哪一个礼物去 有没有 你看后面总共是有四格 对不对 所以很简单就跳影格 好那 现在呢 我们先把那个按钮准备好就那个礼物先准备好 我们来试看看我们从这边插入 新增元件 这次我们不要影片变到我要增加一个按钮可以吗 好那这个比如说你礼物一礼物二啊 好 GIFT ONE 好确定 现在是不是又是独立的时间轴 不过你注意一下按钮 长得会跟人家 时间轴 会稍微有点不一样 你看它上面这边 有没有发现它只有四格 这四格有吗 这四格而已 后边这 虽然能放但是不好 这里不用放 这样了解吗 因为你看按钮就主要有什么 一般就是 就是 你滑鼠没有经过的时候 就是对对对 打开的样子 然后呢 滑入就是 手滑过去 滑鼠滑过去 然后呢按下 那么感应区是什么 就是 有没有用过那个 诶 那个什么 有那种 手控 手控的那种 触控的啊 比如说是类似像那个什么 盖 就是 手指 指纹辨识啊那一种的 你是有一个感应区 你要滑过去 要放在那个位置 他才会感应嘛 啊所以说这感应区就是什么 就是 滑鼠会变成手的那个范围 会变成手的那个范围 这样了解了 这叫感应区 所以感应区 是什么形状 是什么颜色 是什么颜色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因为他只是那个范围会变成手 好 这样你就了解了 按钮 只有这四个状态 所以一般我们来找一下 在这里有一个 图片的 你把它打开 不是 动画 那 这里有你看有李悟一的 影片片段有没有 但是我先不要好 我先用图像的 我看一下 有没有 图像的 那图像跟影片片段 查在哪里 影片片段是会不断的动 但是图像 他图像其实也可以做动画 可是他就会受到 组场景的影响 所以一般来讲 那种图像我们比较没有做动画 就是有点像单张的那种 方式来处理 那我就把李悟一的丢进来 如果没有丢在正中间怎么办 剪下 因为其实一进来他 14点会在正中间 是不是在中央贴上 这样就好了 那这是一般 那你看我滑过去 当我滑过去的时候 我的那个李悟会动 你看一下 这个是一般的 当我滑过去 有发现李悟会动 这个是不是都一样 所以滑过去就换成换成换成换一个影片片段就好 换一个影片 所以我回到这边来 我滑入我一样插入关键影格 跟我们一般的都一样 点到他 换人 你该不会想要再丢进来吧 我直接换人就好了 对不对 换谁 往上走一下 我要换这个动画的 动画这个资料夹里面的 礼物1可以吗 确定 这样就换人了 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事实上是有不一样 好 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你一般是用那个图像的 那么滑入是用上面这个 有没有 上面这个 你可以看一下他里面就两格而已 有没有 有小 变大 你就会觉得他是动画了吗 所以 这样子 这个就OK了 那么按下我们是没有准备 你不一定要四个状态都有 就是我按下去的时候 如果没有状态也没关系 好就是说按下 只能就没有作用 那么感应区还要不要给他 如果你不想给他也可以 因为怎么样 因为他预设会抓谁 抓左手边离他最近的关键格当做他感应区 也就是说你的范围 你的范围就是会 以这个当做他的感应区 这样了解吗 如果你有不一样比如说我要小一点点 比如说 有点像 我上次玩那个 那个什么 大甲一早茶那种感觉 我要做小一点 我就 放在某一个小地方 这样也可以 好就再改变如果没有 没有特别指定的话他就会 找谁 左手边离他最近的关键格当做他感应区 以他的范围为范围 这样OK吗 好来 那我就把画面还给你试试看看 从这边 插入 新增元件 我这次要用按钮 好 好 画面还给你 好OK 那我从这边 插入新增元件 这个我就 第2个 好第2个按钮 点到按钮 类型要选按钮 确定 你看一下按钮他的图是长这样子 如果是影片片都是长这样子 如果是图像是长这样子 好就是说你稍微分辨一下 好现在进来之后 预设中心点会在这里 每个元件都会有中心点 一般我们就找谁 因为你要看我的那个动画 一般就是不会动的 这就找图像 那么滑过去就会动的对 所以你要找影片片段 好 所以我先找图像的 这个 离物2 好把它丢进来 那 因为没有在正中间 所以就剪下 再贴上 老实讲就 x control v 就好了啦 只是因为这样要讲解 我还是 从上面来 好那么第2个 滑入我要有一个 因为滑过去会变动画 所以我 如果你要做的就是要插入关键一个 还是那个 还是原则 跟我们做动画一样 要有就插入关键一个 那你点到他 换人就好了 直接换人 你当然要拖 找这个丢出来也可以 只是 这样位置总是会不一样嘛 所以我通常就直接换人比较快 找上面这种 有没有 辨识一下 这是影片片段的 确定 那按下没有就算了 感兴趣也没有 那这两个预设都会找他 因为后面就会延伸嘛 他就看到他 这样会的吗 这样就两个 剩下两个换人 好 其实 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也没有在做一件事 做什么事情 把原件 互相的再组合 有没有 我把 图像跟影片 是不是拿到按钮里面来一起演出 对不对 做成一个小电影 不是去那种 不正当场所看那种小电影 是 小的 小动作 小动作 把每一个动作以后再组合一个一个组合起来 就变成一个一场大的电影 这样了解的 好所以我现在回到我的主场景 我按钮又已经做两个 那我现在 这里有个按钮的什么 图层嘛 就是要给你放按钮的 所以我现在 把这边 按钮1 我就把它丢出来 你喜欢摆哪里没有关系 按钮2 我也把它摆出来 这样是不是就有两个按钮了 等一下我们就是要在这上面去设什么 这动作说 如果你按下去了 你要跑到哪一个影格去看 这样子 了解了 好那请你先把它丢到场景上吧 假设已经做 把它丢进来了 那你还记得吗 我们Flash影片 是不是会自动播放 对不对 预设它 你没有叫它停它就自动播放啊 所以说 它这样如果你一进来 是不是应该要停在这个画面 不然的话它就全部礼物都看完啦 你看一下 测试影片 这样会跳很快喔 眼睛要注意一下 有没有 这样不舒服啦 眼睛会不舒服 OK吗 就是你没有 你没有告诉我要停 它预设影片就自动播放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告诉它 请你先停一下 对 所以 请你增加一个图层 这个叫做Action 其实一般我们的Action 都会摆在最上层 不管你说哪些图层 我们就摆在最上面 因为这样有好处 层次在最上面 我一进来就看到了 因为如果你摆在下面 有时候要卷到下面才看得到 好那 现在它是不是 参加一个空白的关键格了 在这边就有了 有没有 第一格就有了 所以我点到它 还记得刚刚那个怎么做吗 STOP 对不对 试着自己写看看 如果不想自己写 从这边丢进来也是可以 不管你是不是有助理模式 你如果不是助理模式 你丢进来它也是有 这样OK吗 那你经过这样的动作之后 它就很乖乖的 第一格就停在那里 它就不会乱跳了 OK接下来你看 滑过去有没有变手 有 好了那就换你了 OK 那你们刚刚有人反映说 礼物不会动 你看我的其实 事实上也是不会动 为什么我确定 看起来好像会动 对不对 但 你还记得吗 后面是不是会 应该会不断的动 不断的动 那一个 你看我拿这个给你看 有没有不断的动 可是我刚刚是动一次就停了 为什么 因为在这边 我们刚刚是不是用替换的 对不对 演员用替换的 你看我进到这个 按钮里面 我点两下在原地编辑 一般是这个 没有问题 但是滑入的时候 我是没有换成 这个m这个 可是有一个地方没有换 那也没有换到 因为 它还是把我当作是图像来看 了解是吗 图像的话 它就不会动了 它只有一个影格 所以我这个地方要把我换成影片片段 这样它就会动 那你再看 右手边这个也是一样 点两下 你到滑入这边来 等于说 你在换角色的时候 我除了可以把女人换过之后 它类型我也一起换 也可以一起换 所以你要把它换成真正的影片片段才行 不然它还是把它当作图像来看 那这样就没有办法做动画 现在呢你再 来测试一下 好滑过去 也没有一直在动 滑过去 OK了吗 好 现在都做好了之后呢 一开始是不是也停了 现在我们要 点这个 如果你点了它 然后呢我就跳到什么 就跳到第1格 对不对 好那问题来的 诶 这样跟人动掉的 狗狗没看到跟人看的礼物而已 所以怎么办 你看你的按钮 是不是第1格出现就好了 后面这边要不要再出现 不用 所以你可不可以把后面这边 悬起来 按右键 清除影格 把它清掉 这样 也就是说 它只出来 演出第1场 那后面呢 通通休息 没错吧 好 你先把它处理一下来 OK 现在我就点到它 这是第1个按钮 对不对 好 那把你的动作也叫出来了 那按钮 你在网路上 你想看到 按钮有分很多种 就是事件 因为你要做互动的 做互动的 所以有的它是什么 滑过去就跳了 有的是按下去才跳 有的是按下后放开才跳 有的是滑过 按下后 移开外面才跳 所以说有很多种事件 因为这个要有互动 要互动 所以说你看 你如果是用助理的 它会有一个好处 自动把你把事件先加进去 我们来看看 这个我稍微拉下一点 你看我现在点了那个礼物 我要跳到第几格 是不是要跳第2格 第2个影格 有没有 点了礼物1我就跳到影格2 然后呢 要继续拨下去还是停在那里 是不是停在那边就好了 所以说 现在我们回到这里来 来点到它 我现在有没有一个叫GoTo GoTo要去哪里吗 嘿 把它丢进来 那你注意一下 你会发现有个按什么东西 这个叫做事件类型 你看一下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 当你丢进来 本来我们在影格上丢进来 是不是就直接丢进来 比如stop就停了 可是 如果你是 互动的按钮的 他必须要有个事件 来告诉他说 你是技术 还是滑过去 要做下面这个动作 所以他的动作内容 有没有被包在一个大括号里面 有没有 被包在这里面 这个事件条件成立了 他才会做这个动作 如果你只是 以这个来讲 Release就是按下后放开 如果你只是路过 滑过去 没问题 他这个没有触发地雷 OK吗 好 所以 对呀 所以你现在点到 丢进来之后 你看他预设是Go to and play 可是我们不要 我们是要Go to and stop 去到 第二格 停在那里面 变当 这样有没有 发现这个语法 可以吗 那有没有刚刚我们那个原则 第2个字以后首字大写 Go to and是不是第2个字 Go to是同一个字 and stop S有没有大写 这样OK的 那后面是不是就他引格数 可以接受 好那么 Release是什么意思 你点到他 你看我刚刚点在这里 现在点到上面 Release就是按下后放开 有按哦 前提是有按哦 好那么如果你希望滑进去就 变 你可以改成这个 叫做roll over 有没有 滑过去嘛 roll over 所以就看你 要滑过去就跳还是要按下去 一般这个当然都是按下后放开 最常用 所以我们试看看 我把它收起来 有 按下叫Press 按下就走了 但是如果按下滑鼠我没有放开 就是你的click没有放开 按下是直接按下就去 那Release是 按下后放开你的左键 才动作 所以如果你一直按着没有放开 那个事件就不成立 了解那个意思吗 很接近但是就说差一个有没有放开的动作 都有按 都有按 这样子好 你看到我测试一个给你看 我现在有没有 按下后我滑鼠没有放开哦 有没有跳 没有 可是我现在放开滑鼠 是不是就跳过去了 这叫Release 好 所以他的预设 的那个 指定就是这 可是相对的如果把它改一下 我把它改成按下 这叫Press 所以我只要按下去 不管你有没有放开都生效 你看我现在按下去 我现在滑鼠没有放开 可是也是跳了 有没有 按一跳看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所以 换你了 来 你看一下 我怎么知道到底我家在哪里 其实有一个 地方你可以偷偷看一下 因为在动作的后面有发现这里 有看到了吗 他告诉你现在点到谁 如果今天我点到的是影格 你看一下 也发现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去判断 因为 如果是点在影格上你这样丢进来 GoTo 他就懒得理你 就只有做这样子 对不对 就没有加那个时间 因为他已经知道你加在影格上了 那万一加错了怎么办 点到他上面有没有减号 减掉就好了 你了解 所以如果你是在按钮上 所以为什么我们通常我要先确认一下你点到谁 假设我点到他了 那么你来这边打开 他是不是真的在按钮上 你在助理模式之下他会自动把你加 会自动把你加事件 有没有 可是相对的如果你不是助理模式你是 属于这种 全部手动自己打的 要自己打 就你看到如果我现在不是助理模式了 我现在把他丢进来 GoTo AndStop 你发现他就是真的 你加什么就真的 加什么 所以刚刚那个就要自己打 会像这样 昂 但是他会提醒你 有没有 昂什么事件 然后release 点两下 然后 左右括号 然后自己来打 你这样再把他丢进来 那我了解了 如果你要自己打的 就是 没有助理模式他就是 不管有没有事件都要自己加 那如果你自己有助理模式他就把你做判断 有比较清楚一点了吧 有啦 那 我也知道真的想